1951年6月12日 彭德怀不顾狂轰滥炸的美国飞机 跨越上百里战区 只为慰问在伊川一带休整的63军 同志们 打得好 你们是一支真正的铁军 彭老总激动地称赞了在场的每一位战士 原来 就在5月28日 彭老总发布了一条死命令 要求63军固守阵地 任何情况也不许撤退 那么 彭老总为何要下达这样的命令 63军打的是哪一场战役 为何经此一役 美军司令李其薇 不得不请求与我军进行谈判 视频开始之前 大家可以点击右下角的关注 感谢您的支持 志愿军入朝后 第一次战役中 志愿军小视牛刀 一边在朝鲜战场东线 对联合国军进行阻击 一边重点打击位于鸭绿江畔的美军 此时的美国人尚未确定 中国军队已经参战 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大部队一路撤退 撤到了青川江以南 美军扬言要在感恩节前 占领朝鲜半岛全境 彻底结束战斗的幻想 也宣告破灭 第二次战役 是志愿军一鼓作气的反击战 也是朝鲜战争最重要的转折点 志愿军累计歼敌36000余人 将联合国军彻底赶到了三八线以南 胜利的天平 开始向中朝倾斜 著名的长津湖大捷 便发生在此次战役中 第三次战役和第四次战役中 志愿军共歼敌接近十万人 美国先停火 后谈判的阴谋 未能得逞 不过 也正是在第四次战役后期 在美国的空中轰炸下 志愿军后勤路线 时常遭到破坏 第五次战役打响后 彭老总敏锐地意识到这点 爱兵如子的他 立即拍电报 将情况向毛主席反映 没多久 便得到了毛主席持久作战 积极防御的重要指示 于是 5月21日 彭老总下令全军开始撤退 转移至安全地带进行休整 然而 没多久 美军便发动了疯狂的反扑 事实上 美军司令李奇威 早就觉察到志愿军的动向 他发现 志愿军每次发动进攻 都有一周左右的周期 而且习惯发动夜袭 李奇威也是在二战中 身经百战的老兵了 他马上意识到 志愿军后勤攻应紧张 见志愿军后撤 李奇威认为 志愿军的后勤出现问题 于是4.7万名美军 1300门火炮 400辆坦克 前往志愿军的撤退路线 此时 志愿军已经跨过林金江和北汉江 汉城近在咫尺 然而 彭老总明白 在没有得到休整的情况下 贸然开战 得不偿失 于是 他紧盯地图 以求阻击美军 为大部队转移创造条件 与此同时 李奇威的目光 也锁定在地图上 志愿军的必经之路 二人观察的是同一个地点 铁园 铁园位于朝鲜半岛腹地 是著名的鱼米之乡 也是连接南北朝鲜最关键的交通枢纽 在此交汇的铁路便有三条 正因如此 铁园的战略意义极为重要 那么 保卫铁园 阻击美军的重大任务 交给谁合适呢 傅重碧的名字 第一时间 跳进彭老总的脑海 傅重碧是四川八中通江县人 16岁参加革命 参与指挥了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多场反围剿作战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 傅重碧历任 禁察继军区第35团政委 华北军区第十旅旅长 第十九兵团 六十四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务 参加了诸如百团大战 太原战役 兰州战役等著名战役 为新中国的建立立下了赫赫功勋 1951年 六十三军作为第二批入朝部队 正式加入了抗美援朝战争 傅重碧是六十三军的军长 在第五次战役中 傅重碧的指挥才能彰显无遗 他突出骑兵 在美军眼皮子底下穿插进入江边 仅用十几分钟便突破了临金江的防线 打得美三军和英二十九旅抱头数窜 傅重碧麾下的一名叫刘光子战士 甚至一人俘虏了六十多名英军 被授予孤胆英雄称号 可当六十三军抵达江北时 志愿军做出了转移的决策 此时六十三军经过多日敖战 已是人困马乏 傅重碧正打算整顿军队 跟随大部队北撤之际 一通来自杨德志的电话 让他倍感压力 电话中杨德志转述了彭老总的原话 敌人攻势迅猛 六十三军务必守住铁员15天 任何情况不得撤退 对于傅重碧和他的战事而言 这无疑是极为严峻的考验 连日征战 物资不足 都是六十三军亟待解决的难题 然而 面对彭老总和杨德志的重托 35岁的傅重碧 态度坚定 用沉稳的口气回复道 请领导放心 一定完成任务 傅重碧必胜的信念 让彭老总倍感欣慰 不过 六十三军的情况并不乐观 全军人数不过2.4万余人 而且拥有的火炮 也只有两百多门 彭老总自然明白这一点 因此 自5月28日起 彭老总每天都望向西南方向 关注着铁园地区的一举一动 战事吃紧时 他甚至寝食难安 警卫员将食物送到他的手边 他也毫无胃口 与此同时 傅重碧正在前线进行周降的部署 傅重碧没有轻言放弃 他灵活调动兵力 采取纵身梯次配备的方式 以屯兵为主 百兵为辅 毕竟 美军的空中火力十分凶猛 减少兵源暴露 便能为军队保留有生力量 此外 傅重碧还决定以战斗小组的形式 与敌人缠斗 将正面突击和侧翼反击结合起来 避免敌军过早靠近志愿军阵地 5月28日晚 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四个师 向铁园逼近 在试探了两天后 美军于6月1日转入全面进攻 20架飞机 上千门火炮一起开动 炸弹如潮水般 向63军涌来 据幸存的老兵回忆 在美国的狂轰滥炸之下 很多人还未来得及掏枪 便已经牺牲 尸体在战壕边堆积 鲜血染红的土地 最初负责正面防御的是189师 一天后 189师守住了阵地 但兵力已经折损大半 188师和187师相继顶替 傅崇璧回忆起对抗韩军的经验 在阵地上挖通了很多地道 美军轰炸时 战士们躲进地道 轰炸结束后 再出来反击 一些战士枪法精准 还在炮火中射杀了多名美军军官 不过在空中火力的掩护下 美军的装甲部队不断向志愿军袭来 志愿军拼死抵抗 打退了美军一波又一波的攻势 6月5日 据彭老总规定的驻守15天 还有5天时间 63军的总兵力 已经削减至原先的十分之一 不到2500人 在千军一发的时刻 傅崇璧与187师师长徐信 紧急商谈对策 最终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 发起反击 经过长时间较量 志愿军已经摸清了美军的特点 离开了武器装备的加持 他们根本不堪一击 更何况 多日进攻阵地均未成功 美军内部也是人心浮动 只要抓住机会 很可能一击置敌 说干就干 当天凌晨 志愿军借着夜色 向美军发动猛烈的炮火攻击 美军误以为 我军火炮早已用尽 并没有提防 甚至连坦克都暴露在最前方 大量坦克 在游车被我军火炮炸毁 火焰燃起后 又烧毁了美军阵地 无数美国人还在睡梦中 辨命丧皇权 随后 在傅崇璧的率领下 63军战士向美军阵地冲去 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 一夜之间 避伤美军4000余人 就这样 63军一边顽强抵抗 一边奋勇反击 一直坚持到6月10日 歼灭的敌军累计达到了1.5万人 美军穷尽一切力量 始终无法突破63军的阵地 而此时 志愿军主力部队和伤员 均以顺利转移 63军的使命已经完成 战斗过程中 傅崇璧为掩护战友重枪 战后第一时间被送往后方医院 此时他还没有意识到 铁园阻击战 已经成为世界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 美军在战争中动用的火力 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人称范弗里特弹药量 范弗里特是美的八级团军司令员 在进攻铁园时 他使用的弹药超过了美军限额的5倍 后来还因此遭到了白宫的调查 据美军飞行员回忆 在那样的火力密度下 没有任何生物可以生存 然而英勇无畏的志愿军活了下来 不仅活下来了 还在没有子弹 没有支援 没有粮食的情况下 击退了美军的冲击 为大部队转移 争取到极为宝贵的时间 六十三军的贡献之突出 令鹏老总也不禁为之动容 一贯以硬汉形象示人的他 在战斗最为激烈的时期 竟在半夜望着前方潜然泪下 于是便出现了我们开头出现的那一幕 当六十三军转移至衣川休整时 鹏老总宁愿冒着危险 也要亲自前去慰问这只 经过血雨泪淬炼的铁军 值得一提的是 当时傅崇璧的身体尚未恢复 相较于作战前 他整整瘦了二十五斤 所幸六十三军的付出没有白费 经此一役 美军在遭重创 李其威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自接任美陆军司令员以来 李其威背负着巨大压力 前任迈克阿瑟是美国唯一的五星上将 也被戏称为日本太上皇 地位极高 在朝鲜战场上 他先后扬言要在感恩节和圣诞节前 结束战斗 但是面对强大的志愿军 迈克阿瑟一再失利 气急败坏之下 甚至叫嚣着要用原子弹轰炸中朝边境 最终 迈克阿瑟黯然离场 李其威临危受命 自那天起 他便按下决心 要扭转朝鲜战场的局势 为美军重新夺回主动 李其威总结了志愿军的战术特点 也由此制定了一系列针对性的战术 然而 李其威低估了志愿军的意志 一支两万人的军队 顶住了近五万名武装到牙齿的 美国大兵的猛烈攻势 还顶了整整十五天 因此 铁园阻击战后一个月后 李其威放下美国人固有的傲慢 主动请求与彭老总商讨停战谈判 这一次 美国不敢再完先停战 再谈判的把戏 而是将主导权交给中国 虽然停战协议的达成并不简单 双方边打边谈 持续了两年之久 但毫无疑问的是 自铁园阻击战后 李其威已经丧失了取胜的决心 向中国妥协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铁园阻击战是一场血雨类的战争 六十三军的将士们抛头颅 撒热血 用生命铸就了英雄铁军的美誉 也书写了世界军史上的一个奇迹 如今看来 六十三军的贡献震慑人心 但纵观整个抗美援朝战争 这只是其中的一个缩影 为了新中国的强大与发展 先辈们的付出远非我们可以想象 他们的英雄世纪也值得我们永远铭记 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觉得本期视频不错的 可以点个关注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讨论更多的历史知识